超級美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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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的咖啡用的是 狗品貓一咖啡 那它左手喝 右手喝 味道不一樣 怎麼會不一樣 為什麼 都是同一杯 是 這就是那個 咖啡杯的作者 他非常的用心 然後生活的細節的感受 把它做成这样子的器皿来做分享 比如说你左手喝的时候 它的杯圆是薄的 所以它跟你的味蕾的接触点是舌尖 所以会感受到咖啡的酸味 所以这一口咖啡的裹酸味 你会觉得这一口咖啡是酸的 当你用右手拿杯子的时候 它的杯圆是厚的 所以它的味蕾接触点是舌尖 那你会感觉到这一口咖啡 这个厉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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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这个 这碗是 这是我们的豆浆 很平凡 很平凡的食材 但是这个豆子是 花蓮玉璃部落的朋友 他们用原生种的黄豆腐育 然后用释然弄法 一年只有一做 这样怎么好意思啊 中 真的跟一方早餐店的豆浆 非常不一样耶 豆腐味 非常浓 因为我们希望在这边 我们都能够吃到食材的原味 所以我们尽量不去做太多的调味 是 没有很多添加味 手工跟原味 这两个 这是我们的烤馒头 烤馒头 好可爱啊 烤馒头 很平常的手做的馒头 然后进入烤箱 但是里面的这个抹酱呢 是我们在地的香村树 然后我们采集它的叶子 所做的抹酱 香村树的叶子 对 好香喔 这外面看起来烤得很像西式的 是这个馒头香脆隔口 而且它的脆度恰到好处 好棒的皮喔 上硬下软 有时候怕过于干涩 所以里面就加了一些 我们所说的 应该是奶油之类的吧 那个有葡萄籽油 葡萄籽油 对 然后我们要顺口 要爽口 对 再加一些油 加上这个什么叶 香村酱 香村酱 对 非常棒 超多一些什么高栈塔啦 香菜的五通味道 对 跳出另外一个不同的 这是台式的请假 台式请假 是没错 你知道他们这边的菜单 太漂亮了 听说是全手工作的 不但手工作 而且这边是文人默客 最喜欢的地方 它的字里行间 它的笔触 它的笔法 它的水墨的这个写法 堪称也是一流的 谢谢 连这个纸的纸张的这个手感 这个纸张